正唐版图面积略逊于出唐的原因 关于唐朝的版图问题 其实一直有很大的争论 有人说唐朝这么强 版图一定不小 确实唐朝把周围的邻居都打了 但是土坡根本啃不下 其他的都占为己有 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不好意思 其实很短 只是唐高宗龙朔年间 这三年也就是公元661年到公元663年 这一时期的唐朝版图面积达到1237万平方公里 我们到达了东方的朝鲜半岛 西方的咸海 北方的贝加尔湖 南方的越南 但是版图之后龙硕年间 唐朝开始缩水 唐玄宗开延年间 虽然也是唐朝 但是版图还是不如唐高宗龙朔年间广袤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唐高宗龙朔年间 之后唐朝版图怎么缩水了一点 依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以前有朝鲜半岛 新罗 百计 高距离等势力 也可以称之为三组鼎立 其中高距离实力最强 延续了700多年 没有被中原王朝消灭 他们的地盘大部分在东三省 新罗当时总是被高距离和百计欺负 于是干脆跑到唐朝那里求助 公元660年 唐高宗终于忍无可忍 他答应了新罗 派了苏定方服队去朝鲜半岛 一口气放了百计 公元668年 唐朝再次消灭了高距离 以至于整个朝鲜半岛 除了唐朝的力量 就剩下了新罗 新罗当时是以藩蜀国的名义归顺唐朝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把藩蜀国的所有好处让给唐朝 他们发现在唐朝出局高距离之后 并没有打算撤兵 而是在平壤设立安东都互服 这让新罗愤怒了 于是新罗果断溺水而行 出兵攻打唐军 并通定百计地盘这还不够 新罗还招待了一大批高距离的追随者 让他们成立报的国和唐骏斡旋 这样如何 按照以往的脾气 无论唐高宗说什么 新罗都应该从地球上抹去 但此时唐朝正在与吐蕃在西部交战 无奈之下 我只好选择沉默 新罗也是这里比较知名的 他们知道自己打不过唐朝 于是捡了个便宜 即使说出了自己的实情 表示自己还是臣服于唐朝 但是地盘 新罗互不相让 他们要的是整个朝鲜半岛 唐朝的影响只能退到辽东 结果是唐朝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 2. 突厥汉国回来了 很多人一定觉得 不对 唐太宗和唐高宗分别摧毁了东突厥和西突厥 为什么会杀出另一个突厥呢 的确 公元630年唐太宗以市民派遣将营以进 李济等人对东突厥杰利克汗进行了围剿 一战后 唐军歼灭敌军一万余人 俘虏十余万人 全歼董突厥杰利克汗被抓了 送到长安 公元657年唐高宗里至出洞城之杰 追击西线突厥杀波略克汗 在出动苏定方猛攻西线突厥 最后俘获杀波略克汗 所以突厥好像没了 为了防止西突厥重现 唐高宗专门在他们的地盘上设置了昆灵 猛持两个兜户府 但是时间来到了公元680年 此时唐高宗已经到了晚年 武则天开始插手政务 唐高宗身体一直不好 此时东方突厥 原本臣服于唐朝的人 抬着大军返回北方 或许是因为在南方水土不服 当时这些突厥人并没有说要复国 可能只是表现出水土不服吧 所以唐朝并没有追求什么 但公元682年 定居的突厥人突然回到突厥汉国 史称后突厥汉国 这伙突厥人没有屈服于唐朝 又攻占了漠北 没事就在南方骚扰唐朝 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 此时唐朝正面临权力转移的时代 而武则天从唐高宗手里抢了权力 无暇顾及北方突厥人 于是突厥汉国幸福地生活了63年 在此期间 公元695年 武则天在出兵突厥汉国之后 也派遣王孝爵使其在民意上 臣服于武洲王朝之下 但莫过多久就有人不认账 直到公元745年 突厥汉国被回徒所灭 三 咸海沿岸渐离开了唐朝的怀抱 就像刚才说的 在西突厥被摧毁后 唐高宗在他们的地盘上 设置了蒙池都护府和昆林都护府 其中蒙池都护府 实际上都是依靠闲海原案 而且已经在中亚了 值得一提的是 蒙池都护府首府在岁月城 这个地方大家是那么的熟悉 是立白的故乡 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此地可为天高皇帝远 即使后来归北亭都护府管理 也不能阻止他们从唐朝剥离一点点 突厥后代突骑师不落 逐渐占据蒙池都护府的 表面上是臣服于唐朝 为唐朝 实际上是靠自己地盘当老大 公元742年唐玄宗策封 克汗阿什纳新前往孙叶城平叛 结果他在这里被扑其师傅落沙了 从此唐朝失去了对蒙池都护府的统治权 所以咸海周边的地盘就要和唐朝说再见了 4. 都督府这里下的福火罗地盘全部丢失 公元661年 当阿拉伯人崛起时 波斯人衰弱 这时波斯萨山王朝王子比鲁斯跑到福火罗唐朝当时的地盘向唐朝求助 唐高宗很大气 侧风比鲁斯作为波斯嘟嘟 波斯嘟嘟府设置在波斯津天一朗 没办法 谁让萨山王朝灭亡了 寄人篱下的王子只能做嘟嘟 在唐高宗看来 这是一个拿下波斯老地方的好机会 所以唐高宗册封比鲁斯作为波斯嘟嘟 其实主要目的是借助这哥们正统的立场 合理合法地去接触波斯 不得不说 唐高宗这心太野了 你不厌倦身手这么远吗 可惜当时萨山王朝已经疲惫不堪 比鲁斯被阿拉伯人打得落花流水 只好带着皇族去唐朝谋生 这片区域已经不属于唐朝 除了波斯都督府外 火火罗地坛上还有桥之都督府 月之都督府 血缝都督府 昆虚州都督府 乌墨州都督府等 全都在唐玄宗时期丢了 很多都被定入了阿拉伯地坡 但是说实话 那些地方太远了 唐朝派前远征军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根本不值得统治起来 太麻烦 地广云西 资源少 真的不值得好 毕竟占据这些地方 除了展示武功 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价值 总结 地盘大小不是衡量一个帝国强弱的唯一标准 唐玄宗的开元年间绝对是唐朝的巅峰 此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都达到了封建盟朝的巅峰 旺国来朝 这并不奇怪 唐朝包容的局面和豁杂的态度 赢得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的认可 所以唐朝当时是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包容的国家 相对来说 唐高宗的时代 还是在开疆拓土的时代 虽然军事能力强 但是疆域足够大 但是比起唐玄宗 开元年间 国力还是差很多 地盘再大的东西 如果留不住 或者留着成本太高 都没有任何意义